大家好,我是阿核 好,那個 我們在影片看到的這個是 我們 我去年 去年12月底 修剪的珍珠柏 然後 就是千叉嘛,千叉 那這個 現在可以看到這個 我說那時候用說黑軟盆 就是說,我可以把這個 邊緣剪掉 然後就讓它 好,它 確定它發根之後就可以把邊緣剪掉 好,然後這樣子它 讓它這個就暴露在外面的空氣 跟這個兩個就不一樣 好,那你這樣子 這個邊緣剪掉,這個土就看 比較接近平面 它這個在風在吹就比較容易乾掉 好,就不會太濕 好,啊像這種 這個已經有漲,可是我還沒剪 好,那這個就要剪掉 所以我們在剪 剪的時候啊 就是要把這個 就是有這個牆壁保護住 土就裝一半就好 這樣保護住它就比較容易 容易容易發根 好,那我今天 好,這裡就是 就是有一包 這個,我們前一個影片剛好 修剪下來的 然後因為我都沒空 所以我就先把它裝在這種 夾鏈袋裡面 啊就是保持一點濕度 好,那你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好,你看這個它的浴盒 組織都已經漲 好,只有根也漲 它就在這個濕度 好,這個要放在閃射光的地方 那不能放在有陽光 紫色的地方 好,然後放在閃射光 這個我上一支影片弄到現在有多久 有一兩個禮拜嗎 好,你看這都漲浴盒組織 那這個就可以 大概這樣子是比較消耗能量 好,那我們就 就是我等一下就會來把它 就是存在這 纖插下去 那我這一次可能 我這一次的大顆戒指就會換成 我自己配的這一種 這一種戒指 好,那表面還是需要細的 表面細的就是可以用 像這種顆粒的沙 好,或者是用細的次域 細的次域 好,像這樣粗細的次域 因為你要千叉 你還是 你千叉 你還是要有細的 細的戒指 次域土細的 它比較保濕 而且它比較能夠 把這個 擦的枝條穩定住 好,所以我們就 好,你看我們這個表面 就是細的次域土 好,那我們就是 就是這樣擦 好,那個因為這個黑軟 可能因為它洞比較大 所以我們還是 你就記得一定要 準備這種 沙網 你就把它剪好 好,這樣放進去就好 就遮住這個洞 好,遮住這個洞 你再把大顆的戒指放下去 然後再放細的 細的戒指 好,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好了啦 好,啊我 好 好,然後這個就是 好,我們 我們這個 其實 我們知道它發根 有沒有發根 看這個 牙,有淺綠色的牙 好 因為它擦的 因為它還沒生長的話 它是生綠色的 那它有 你擦了之後 它又長出淺綠色 表示它已經在發根了 好 確定有根啊 就有根 而且你也不用拿出來看 你就拉一拉 拉一拉 它沒被你拉起來 就是根已經長下去了 好,不用再挖出來看 所以我這個就是 單盆 我也不用再 再換盆一次啊 我這個單盆插了 我就 就是讓它放得繼續長 我也不用再 我也不用再把它拔起來 好,再拔起來 再換 拔起來看 好,就是這樣子 好,不過這一顆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 看它的燈到底發的怎麼樣 好,我就把它拖盆 打開來看 好,這個 剛剛都看得到 這個其實它整個 整個 整個就 它已經 好,把它轉開 好,這網子 這網子還在 你這個網子可以就是洗乾淨殺菌之後 再可以再重用 好 好 有沒有 就是有根嗎 而且發的非常平均 好 啊,不過這樣 我們都拖盆了 我們就把根修一修再重回去 好 這樣子 非常平均的發根 好 所以你就 好,等一下 我們再跟大家再講一次怎麼簽長 我現在看一下這個根發的怎麼樣 這個根有點 有點雙層 好,沒關係 我們就 好 我來剪刀 好,剪刀 我們一樣我們修剪的時候 好,我們修剪的時候 把粗根剪掉 好 好 像這裡有一條粗根 有沒有 粗根長得特別長 你這條粗根不剪的話 它就會越長越長 好 結果它就是全部養分都在長這條 長這個粗根 好 有看到嗎 粗根 長得最長 細根反而沒有長最長 所以你要把粗根剪掉 讓它的細根再 再長 像它這個根才會發的平均 你粗根再長啊 它就會搶 把其他的養分搶掉 好,所以我們把粗根剪掉 就直接剪掉就好 因為它算是發的還算平均 就有粗根這條粒子 好,粗根剪掉之後 其他還算發的蠻平均 然後它這裡有一塊 有一塊凸出來的 腫起來 好,這一個 我們這裡可以先不處理 因為它這個根到底是細根 搞不好它一根以後 長大之後這一塊又不明顯 或者是你現在要剪 剪掉的話要多一個傷口 你就 就增加它 死掉的機會 好,啊我們把細根 有些細根的方向 方向不對的也是要剪掉 然後有些太高的這種浮根啊 浮根就要剪掉 好,這個浮根 就是會浮出 浮根要剪掉 好,這塊凸得有點 它這個有點在偏,在長二字燈 看一下,看一下造型 其實這一個字字那麼小也沒有造型 只是說這一塊如果用不到的話 我們就剪掉就好 好 剪掉,剪掉它的根盤更平 這個根,這個剪掉怎樣 結果這一塊,它只有單邊發根 這蠻多根的 可是這沒辦法,我們就不需要它 因為你看 它完全完全全 它就是這個 有點 其實這一顆就有點像是它早期 單邊發根 然後它現在 它現在就是又從這個 又從它這個往上一點 又發了一層根 所以這一顆 這樣,可是你們這樣看很明顯 好,我拿一個白色背景 又沒有白色背景 好,等一下 我們把這油氣筒的蓋子拿來當 這樣它的主幹就比較明顯比較短 這一顆的話 我們等一下看上面有哪些枝不要 就修掉再重去 因為它這個這樣 它是單的 一個單的主幹 整個這樣長出來 好,如果這個 這個 這邊像我們現在畫面看到右邊這個 整個粗枝啊 這剪掉的話 不剪掉的話,它就是往這邊長 好,這樣子 好,這樣我們 好,這樣我們 它這個底下 要補一下那個 切口補土 好,像這根根啊 會種在土裡的,就是它會常吃水 就要用這種黏土的 好,因為它才不會 因為它你現在就要種下去了 你如果用那種 那個膠狀的 你泡下去 它又不會乾 你也不太可能說 我現在塗,然後把它亮到乾 再種下去 這樣有時候有的植物可能會脫水死掉 柏類是可能還要 好,把它補起來 好,再看一下枝 哇,這個蠻粗的 看一下 這個要怎麼減咧 好 它這邊最頂端這兩個分支 就是啊 然後這個 這邊,這樣子 好,一邊大一邊小 我把這個大的剪掉 OK 好,這樣讓它重漲 好,我們蓋子再拿一次 就讓它這樣重漲 好,啊這個旁邊的 你可以,如果你有空 你就用鋁絲把它調 調一下方向 調水平 好,這樣 OK 那這一顆,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再種回去 好,啊根 再剪一次 因為像第一次 尖插第一次椅子 最好是把根都修過 讓它整個重新 重新發根 然後 我就拿這個網盆 我就用這個網盆 好,然後我們戒指啊 像我 像我都習慣齁 我現在是故意都懶得 就不分層啊 因為它這個比較透氣 不分層 好,我現在裝一半 好,裝一半 然後放下去 然後再倒剩下的 好,你這樣子 倒完剩下 你再把它往上拉 好,它的根就會這樣朝下 好,你不要 不要說齁 就是這樣子 整個裝滿 然後再戳個洞 然後再這樣放進去 這樣放進去的話 跟就會朝 變成朝上 好,你這樣這一顆就會 撞掉了 所以這是一個 簡單的 就是一個簡單的步驟啊 好,就會影響到這個 這一顆以後的造型 好,就這樣 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拿去泡水就好 啊水 欸,我沒有準備水 好 唉,我有準備水排 結果 忘記了 這水排還沒裝水 今天颱風天還沒搞這些 好,我先去把水排裝水 好,這樣 來吧 好 那轉 等到問等 bot 好 可以嗎 好 好 好 大家 太晃了 好 我們回來了 好 我們現在就來 我就來處理這些 好一樣 你看我們這個汁啊 上次從那一顆增薄卷下來 只是這麼大一根 可是我們叉 我們不要這樣整根叉 因為其實因為你沒有要種那麼大顆 你沒有要種這麼大顆的話 什麼意思 就是我現在這個是要迷你品的 我不是要種那種小品的 就是小品這整顆叉 可能啊 可能會火啊 但是不一定 所以我們就是剪 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再來插 那像這個 差不多剪 剪差不多四五公分的長度就OK 像這樣我現在剪給大家看 這樣就可以插了 好 好 我是在剪一個 因為不用插到很大 好 我現在就把這一段都剪好 看一下這一段 好 好 這一個大隻 好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我們剛剛這一節就插 好 啊 因為要插下去 所以這個牙 這個 因為你要插 所以這邊邊的就不要了 好 好 要有一段可以插進圖裡的 啊這個 像這個頂牙 頂牙這邊這種頂牙 這個都還可以再插 好 欸 發根粉 好 對喔 還要準備發根粉 好 啊像這個有根的啊 等一下就不要用插的 你就用 你就先放進去再倒圖 啊像這個太底下 這個 這個也可以剪掉 好 記得 好 像這樣 OK 好 再來 我們是要做盆栽 所以 這些 小事情還是要處理的 比較細緻 這個 這個剪掉 因為你從這種小地方去處理 因為你從這種小地方去處理 你將來你的素材就會比較好 好 是 剛剛這個剪成四段 然後發根粉 發根粉 發根粉 在這 發根粉 好 這樣子 好 這樣這裡也插了 好 來 我們就 好 我們把這個 就是把這個 這個熱筒 好 等一下 這個是髒的 這個是髒的 不要用這一個 用乾淨 新的乾淨的 新的乾淨的 就是無菌 你把這個 沙王堵住這個洞 好 然後把 把大顆的 大顆的那個 大顆的戒指 鋪在底下 好 啊那個網子稍微壓一下 不然 戒指 大家就要炒掉 這樣子 放差不多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好 好 然後像剛剛 像這一顆 我說有根的 好 你就用放的 欸其實我之前 都是用放的 因為我現在 才要再倒細的土 好 好 你就把細的土 倒進去掉 好 也不要用插了 麻煩了 因為這樣你比較看得準說 你的 你的 你的戒指 欸我剛剛是忘了沾發根粉 算了 這個沒沾就算 因為這個 有沒有沾發根粉 其實看你的 你的蜘蛛健康狀態好的話 沒沾發根粉 他也是會發根 好 我們這個 我先泡水好 不然這個這樣沒辦法看 好 就像我是準備水盤 好水盤 水盤 因為你這樣子你就 放 弄好就把它放到水盤去 他讓他自己吸水 你就可以繼續再操作下一個 好 我現在就先 先繼續操作 等一下我們再回頭來看 好 就 因為 會蠻多的 所以就 這些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枝比要粗啊 你要不拿來千叉 還蠻可惜的 要不然我就想說 沒有要種這麼多 我反正就 這個粗的 粗的我就處理一下 如果 反正 這也不用客人照顧 好 因為這個 因為他就是 你現在要等發根 所以基本上 他的戒指 你就是藏寶絲順 就好 要一直忘了沾發根 沾一下 有的話就沾了 沒有的話就 你說這個植株 這個是 這個 我剪下來 那個 那一顆啊 那個是我已經自己 就種了一陣子 不是 一買回來 就 就來修繫 所以那個 健康狀態會不一樣 OK 我們剛剛第一盆 我現在已經處理三盆 然後我們第一盆的 已經吸水 那有吸水 沒吸水的那個 補 這應該 分得出來吧 好 這樣子你這一顆 你就是放著大家 吸水就好 你最後 因為我是套兩盤 這個是端盤 然後下面是那種水盤 所以我最後 就是我最後都弄好 所以我再把它拿 端盤 整個端出來 端起來就好 好 好 欸那我們影片今天是這樣啊 我們牽插 我們前一顆牽插 這一顆 這一顆 這個是9個月前牽插 所以他會發根 就發的非常多 不用 我現在這單盆牽插 就不用急於一時說什麼 兩三個月就要 就是他可能 他可能發根 一兩個月就發根 好你就急於要換盆 就不用 我這單盆插 我就是 你看我這樣過了9個月後 過了9個月後 其實他就發根 但是實際上 因為我是單盆 我根本不需要拿出來看 我就已經知道他發根 好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再繼續 繼續養 好 就可以直接做休閒什麼 好 我們影片就到這樣 好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個讚 訂閱 謝謝 拜拜